大家好,我是罗小鹅 我今天抢个热点 就在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 正好我录节目了 我就赶紧说 看大家是不是有兴趣 就是华为 昨天刚刚骂过华为 今天又来了华为的消息 所以抢先看新鲜的新闻 华为一种专门研究芯片的楼 实验大楼 专门研究芯片 研究光科技 研究红红系统的大楼 此时此刻农阳滚滚起大火了 从照片上看的话 火是特别的大 整个楼的上面的底层都在冒烟 真的像战争的场面 完了以后 现在强国土工国的微信上都在说这个事 说起火 起这么大的火 吃不起 走不起 就这会儿起火 一定是大有来头 任正非又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到底是卫毛 所以我赶紧给广东这边的几个朋友 深圳的朋友 都咨询信息 因为他们有些人观察的那些挺好的 还有些人跟华为里面的内部是有联系的 有内情的 就像我在北京 我总是有下水道的消息 我在广东也有一些朋友 都是一人物 有时候也能够拿到一手的小道消息 所以我们就赶紧说一说这事 我们说中国人活的不容易 在中国是这样子 你事干的越大 你活的越不容易 任正非干事干的挺大的 其实挺不容易的 所以你仔细考察他这些年 他真的是说话又想装插 有时候说话特别好听 我不反美的 美国是我的朋友 我向美国学习 一会儿又说美国封杀我 我根本为难不了 我我啥都有 我系统也有 我芯片也有 美国欺负我没用 我华为是一个独立有研发能力的 一个伟大的公司 一会儿又在中央电视台 又在这里掀起中国人的反美浪潮 跟那帮中央电视台的老残主持人 互相吹牛逼 吹的是不予乐乎是吧 一会儿又跟习主席汇报 一把年纪的那七八十岁的人 那早在比习近平年纪要大点 是不是 然后看着习近平那哈巴狗的样子 你说人活的这把年纪有什么意思 吹牛逼真是没边界 这会儿好了 美国的9月15号 就再也不跟你华为给任何空间 全面堵死 各种我跟你说 我们天天听到这样的消息 各种 你华为一点点生存的空间都没有 这时候你必须要靠自己的东西 要自己研发出芯片 自己研发出光刻机 自己研发出系统 自己研发出屏幕 各种 知道吧 还要自己研发出这个什么架构 ARM 在软银手上 据说也被美国人收购了 这个东西以后也没有了 说这个东西一旦被美国人收购 美国人如果控制中国的话 中国以后就只能用那种手摇的电话 喂喂喂 喊半天听不见的 所有的手机都不能用了 不得了 所以华为这时候到底怎么办呢 所以据我的广东的朋友说 现在习近平反应过来了 国务院习近平中纪委反应过来了 说这个华为这些年这个是花了土工不知道多少钱 真的 我们曾经刚刚做过一期节目就讲说这个房地产公司 很多房地产公司 比如恒大占用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大量的债务 我跟你说 全中国占银行贷款 用国家的钱 用政府的补贴 用的最多的公司 非华为莫属 天价 说出来可能没人信 天价 所以说这会儿包子这一句说这天发火了 说这个华为用了我们党和政府的这么多钱 最后搞下来就是什么也没有 你们这帮人到底是在干什么 到底是骗我的钱呢 还是在搞大国崛起呢 是不是包子迪就很愤怒 说要好好个查一查 说华为这么多年拿了中共拿了党和政府那么多钱 怎么要芯片没芯片 要这个系统没系统 要屏幕没屏幕 你们这些年在干什么 你们不是每次给我汇报 说这个什么 华为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吗 有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能力吗 然后我都一直以为当真了 结果把我给骗了 而且昨天我们做一期节目 华为说任正非承认自己有失踪罪 其中有一条罪就是什么 就是只根据听汇报 来决定和判断干部的优劣好坏 说这是指丧骂怀 骂的是习近平 就只听汇报 自己根本就屁都不懂 所以包子迪很愤怒 包子迪下面的工作人员很愤怒 说要严查 这些年你们到底在研发层面 到底做了哪些工作 我要听汇报 这个时候就出事了 华为的研发大楼 很漂亮一种方方正正的大楼 看上去十好几层 此时此刻 就在此时此刻 大火在熊熊燃烧 这个道理是不厌自民 是吧 然后你要去汇报的话 你得有数据 是吧 你得有材料 你得有拿着东西 是吧 没有东西你怎么汇报 这时候就想起我们说的 每年到了冬天 国务院相关的检查机构 要下去检查粮库的时候 各地的粮库就熊熊燃烧 是吧 我们还知道 刘晓波在去世之前 有一年的春节 也是他所在的监狱 也熊熊燃烧大火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把这些年怎么 给刘晓波灌药 让他得肝癌的一系列的资料 全部烧掉 房子什么的全部烧掉 所以这是土工 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还是监狱 都擅长搞的把戏 尽量会点一炮大火 而任正非当然是土工的铁杆的 共产党员 他肯定擅长这一套 所以一把大火把华为 这个身价不菲的十眼大楼 那么漂亮的一栋楼房 就给点着了 没了 所有的资料复制一具 怎么个汇报法 然后明天或者是过两天 那任正非就在包子里面 哭吧 哭吧 不是泪啊 哭吧 是吧 任正非不容易 所以我从这个话题 就非常的感慨 就是活在中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这是我最想表达的一个东西 我们都圣经的人都说 人生是脑苦愁烦 那真的是四个字 就倒进了人生的矿物 但是你在中国可不仅仅是脑苦愁烦 你在中国是生不如死 你说你和任正非吹那么多牛逼 这会儿要见真章呢 你啥都没有 你说你是死好的还是活着好呢 任大爷 任大人大爷 你是死还是活着好呢 自己又不想死 还有那么多小三 还有那么年轻的老婆 是不是 还想去国外过好日子 又出不去 女儿又在美国 你说你是生不如死 对你那时候这个词是不是很准确呢 自己不想死 好吧 先把一栋楼给烧死了再说 可怜的 哎呀中国人真的是生不如死 生活在中国任何一个人是生不如死 我跟你说 包子底也不容易 真的搞什么什么不成 想在联合国装装叉 也被联合国的人给否了 想到处大撒臂 大撒臂也被否了 真的是 但是国外花了很多冤枉钱 国内被人骂死 你是不是被我们这些自媒体的人骂死 天天戏弄他容易吗 但是第二个不容易的事情 我说开去 就讲说包子底最近 觉得中国最让他反的问题 还是台湾问题 知道吧 但是台湾他又不敢打 是吧 他一打他就是美国人要支持 是不是那敢打吗 是不是 所以现在台湾各种就是什么 各种兴奋 什么就怼着习近平来 习近平特别想打 但是又不敢打 这时候习近平就出了一个招数 就要清点调查盘点 中国所有的有台湾亲戚的中国人 所以现在全面开始清查 真的 就是你只要家里有台湾亲戚的 你都要报上名栏啊 要到公安局登记造册 哎呦 人就多了是吧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据说啊 要把这所有的与台湾有亲戚 有联系的人 都要是列为这个潜在的 或者是啊 已经确定的这个间谍的对象 在中国在国内全面掀起一个全面抓间谍 抓台湾间谍的运动 绝对的 我跟你说 哎呦喂 这么搞的目的就是什么去转移视线呢 是吧 就是台湾之所以这个没有这个不能统一台湾 之所以我不敢打 就是因为中国他妈的有太多的这个台湾间谍 我要一个一个的收拾啊 先把中国的台湾间谍搞定的再说 至于打不打台湾啊 过两年再说 我现在不打 我先把内部的问题先搞定啊 把内部有间谍这个事情搞定 所以那些家里有台湾亲戚的朋友啊 你们都消停点在中国啊 有些人我知道啊 这个什么在里面 其实你们是支持土共的 但是呢 你们你以为你喊举口号细胞子就能放过你吧 一句话啊 中国人都不容易 你生活在中国 你因为家里有个台湾亲戚 你也接下来会进入一个啊 任正非的状态 甚不如死 这是第二个关于中国人生不如死的一个细节吧 一个很好的案例 第三是什么呢 也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说有一个叫生物学家啊 那个名字一听叫赵震东啊 是北京的一个非常资深的生物学家啊 长期参与这个病毒的研究啊 据说是掌握着这个中国武汉病毒的一个重要的一些情报 一些资料 是一个关键人物啊 这个是共产党非常其重的一个人物 结果呢 说去长沙出差啊 是考评一些项目 可见他是有身份的是吧 然后呢 回北京的时候 从机场营出来 在出战口啊 结果突发心脏病不治死亡 你想想这个人的年纪看了照片啊 长的是五大三粗的啊 人高马大的 真的一看身体倍儿棒 绝对是一个身体很好的 不可能有心脏病啊 行了 再说他这么资深的这个医生病毒学家 他对自己的身体 他不天天检查 那么方便 人就是在中国最顶级的这个研究 医疗研究机构工作 医学研究机构工作 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心脏病 怎么突然就心脏病了呀 坐个飞机坐出心脏病了 看完一下突然在出战口 突然就倒地 不治 然后说经过权力抢救还是不行 这明显就是被共产党做掉了嘛 因为他掌握着土共武汉病毒的一些情报嘛 所以有人在网上就说 接下来大量的生物学家都会死于非命啊 都会心脏病去世 真的你想想吧 在中国你容易吗 我说了生不如死 真的一点都不说 就是赵振东 你从这个名字你就知道 50多岁啊 这个名字一看就是 我们那个年代 比我还要大一点的 这个人起的名字啊 就是赵文革啊 什么啊 赵振东啊 是吧 赵振华啊 就这种名字 文革是个名字啊 所以这种人 你想想他 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你无论从哪个角度 你都啊 你都无法解释啊 他怎么突然就得 抱得心脏病 然后就猝死了 哎呦 一说的猝死这个东西 我们家以前有一医生来 专门研究猝死的啊 那你猝死这个东西 有很多种成因的啊 真的 不是说你一个一个好好的一个人 怎么拿 哪有那么猝死啊 什么有些人特别担心自己猝死 不可能 这也是有概率的好不好 所以这个赵振东被共产党就做掉了 啊 再一次印证我的观点 中国人活着 那不是劳苦愁烦啊 那是生不如死 所以这个赵振东啊 著名 大名鼎鼎的科学家 生活学家 突然就告别的人士啊 被共产党啊 被心脏病死啊 也再次见证了 中国人活着不容易啊 那第四个不容易 生不如死 这是什么呢 说这个蓬佩奥啊 最近专门在一个教会里面啊 做了一个讲话 其中特别提到有两个地方的领事馆 里面的外交官全那么的是间谍啊 一个是纽约领事馆 一个是这个叫什么旧金山领事馆 里面是黑窝间谍 长期在美国从事这个什么指挥黑命贵 指挥安提法搞这些事情 然后偷情报偷技术 说这个美国现在正在对着两家领事馆 展开全面的调查 其中有相当数目的外交官 都会要被FBI调查 很有可能要被抓进去啊 所以你说你们这些人 外交官的中共的外交官 你们在美国的这么繁华的都市里面 你们干的事情 你们以为没人知道吗 一旦美国开始调查了 一旦把你抓进去 你说你是不是生不如死 你知道这些外交官 他们都过了什么日子吗 七二老小的啊 二奶三奶的全部在美国 他们就根本没打算回来 你知道吗 他一回来那真的是 那叫老苦愁烦 但是一旦被抓进去 那是生不如死 这是土 中国人我跟你说 在哪里 你都不幸福 你不要以为你爬到了一个外交官的位置 在美国在那里过着伤好水好的日子 你以为你就幸福了 你以为你出卖你的灵魂 你以为你搞那些妖蛾子 你犯罪你 你以为你能够用洗包子洗喇叭 能够保护你吗 保护你个屁 我跟你说 你接下来你的生活不是生不如死吗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在中国做事情的 每个人都生不如死真的 每个公司也生不如死 我们知道在中国有个很大的外资银行 叫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那个公司 我曾经做过研究的很有趣的公司 它是进中国最早的公司 后来因为共产党做了江山以后 汇丰公司就赶紧跑回跑回去了 知道吧 再也没有这个在中国经济后转到香港 一直做的很大 后来90年代的时候 80年代的时候 汇丰公司又回到中国 又开始慢慢做生意 汇丰公司的据说是他们自己认为 是最了解中国国情的公司 也是最具有官商关系的这么一个公司 所以你在北京这样的城市 你会看到很多汇丰的这个啊 叫做封行和支行啊 中国北京的有钱人都会跑到汇丰去存款啊 因为你在汇丰存款的话 你起码你开户头 你必须要有50万美金 你否则你人家不跟你开户啊 但是没想到啊 就因为这个美国最近全球的对中国的这个封堵 金融的封锁啊 汇丰呢也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服从美国的命令啊 这时候他里外不是人 其实汇丰公司这些年支持中国的经济力度是最大的 而且汇丰公司跟土工的关系是最好的 在所有的外资银行里面没有之一 也只有他最好我跟你说真的我比较了解这一点啊 但是没想到这两天土工啊突然寄出大杀气啊 就敲打汇丰公司 直接把这个汇丰公司啊 汇丰银行就列为什么啊 就不可靠实体的清单啊 你中国这么大一个政府啊 直接就就通过公文的方式 去宣布这个汇丰银行在中国 已经是一个不可靠的实体的清单了 所以导致这个汇丰银行的这个股价 一夜就是狂跌啊股价大跌 到了这个8年以来是最低的股价 不知道亏了多少钱 亏惨了 汇丰公司真的 说这个说这个新闻说啊 大跌4%啊 这个总失职啊 是到了这个61765港元啊 然后呢又暴跌49.45% 几乎腰斩 失职蒸发超过6000亿港元啊 说是去年5月份以来一路在下跌 然后到现在终于什么啊 2012年以来是最低啊 汇丰银行啊全面告急 你说这样的公司在中国这么多年 你跟共产党咯咯咯咯的想在中国发财 以为共产党会给你一个好果 好果子吃吗 不可以的 你在中国我跟你说 无论你是公司你还是个人 无论你是西包子啊 还是这个什么啊 清风包子铺里面一个擦桌子的啊 一个保姆啊 你我们每个人都是生不如死 我告诉你 所以你从任正非点火啊 放火烧了他的实验大楼 这么一路说过来啊 说到什么外交关呢 哎呀还说到各路的这个什么科学家 生物学家猝死啊 然后再说到这个汇丰银行 你觉得每一个人活得幸福吗 你觉得说在中国做事情 或者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有一丝一毫的幸福可言吗 你还有什么可以留念的呢 你为什么还不走呢 谢谢大家